孩子就要出生 男子走出家門 準備前往醫院 眼前煞出一輛黑色轎車 搖下車窗接連叫罵幾句 手一聲瞄準就開槍 頭也不回 迅速離開現場 我前妻跑來我家 然後我剛好經過 我老婆也不爽 然後我就直接問她什麼意思 然後她就直接跟我說 沒有 我現在就看你不爽 我現在這個你就輸贏 站在這邊直接看我這冒槍 救護員小心檢查傷勢 男子手臂大面積淤血 共有三處槍傷 而來尋仇的正是她 最熟悉的陌生人 4號晚上8點多 花蓮市忠孝街一處民宅門前 24歲照姓男子遭人開車 手持鎮爆槍攻擊 副駕駛坐的人是她的前妻 兩人離婚不還而散 視對方為仇人 過去就有嫌隙 即使前妻再婚 還是對前夫相當不滿 找現任勞工幫忙登門尋仇 深夜槍響嚇壞附近鄰居 警方調閱監視器鎖定嫌犯 迅速逮捕夫妻檔 兩人涉嫌恐嚇及傷害等罪 遭韓送地監署偵辦 以時衝動幫妻子出一口氣 這下兩人一起進警局 DBA新聞高知鴻蔡新宇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